米歇兰达,大家好 我是12期服务你们的志愿者 我是何一 首先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做志愿者 去丰富他人 我今天录个视频 我就是想把我上课 还有供奉的感受 以及我得到的好处 分享给大家 我生活的变化 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是今年4月份左右上了第一期我的课程 然后呢 当时我供奉了三个大神 时空大神 财神 还有那个宇宙之五大神 我当时的愿望就是 我能显化一份我心里面想要的事业 供奉完之后呢 那天 几天之后 大课上完几天之后 我鬼使神差的翻看我的朋友圈 我正好看到我的一个童修在做有机食品 当时我心里面一震 天哪 这就是我想要的 后来我就得到了这份事业 这是第一个神奇的事情 第二个神奇的事情是呢 在那一次上课之后 我几个月都没有上课 然后这一次 大师又召唤我来上这个大课 就是上一期的大课 一个志愿者姐姐就跟我说 她说她早晨念瑜伽的时候 她的瑜伽老师告诉她 大师的这个台称可以拯救超度一万个灵魂 因为我很 我很相信这个姐姐 所以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在犹豫当中 恐惧当中 我还是把这美金交上去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 交出去之后 那几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能是因为我期待的太多了吧 嗯 后来就是这大半个月 一个月下来以后 我就发生 我就发现我的生活在慢慢慢慢的朝吉祥当中发展去 首先呢 第一就是我的财富能量被打通了 我从来买彩票都不会中奖的人 我那天随机居然中了三等奖 而且我经常都是去买随机的 经常都能中到奖 就在昨天那个彩票老板还说 你的中奖率还真的挺高的 虽然数目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总是中奖 我就知道我的财富能量被打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根源模式的圆满 我做完台秤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都在做放空冥想 我在放空冥想 很临近很临近的状态 我的内在让我看到了我的根源模式 让我很清楚的看到了那幅画面 第一个根源模式就是 我一直活在头脑当中 回不到感受这是什么原因 第二就是 匮乏感 后来 大师都让我清清楚楚的 我的内在神性都让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幅画面 就像过电影一样的 重新过了一遍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还有就是最近这两天啊 我在做冥想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 我的内在总是能感觉到吉祥的能量 很吉祥 这就是我做供奉 还有一些上大课的感受 我并不是想说一定要让你们去做供奉 而是想告诉你们 这样做是很吉祥的 但是这也是很随意的 我只是希望把我的好处和感受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聆听